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腔溃疡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的身体素质有关 如果尽量避免诱发因素就可以降低它的发生率 虽然口腔溃疡难以根治 但是经过有规律的治疗以后 大多数口腔溃疡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 所谓良好的控制就是指 尽量使溃疡发作的频率降低 发作的数目减少 愈合了加快 疼痛的症状减轻 那么口腔溃疡反复发作 会发生癌变吗 复发性口腔溃疡 基本上没有癌变的报道 但是由于很多疾病都可能在某个阶段 它表现为口腔溃难 患者不容易区分自己到底患了哪种疾病 这个时候应急时的到口腔专科 经医生确诊规范进行治疗 如果是口腔内某一个地方的溃疡 经久不遇 那么则有癌变的可能 应当提高警惕 即时的就证 感谢观看